在田济赛马的故事里 齐威王的三匹马轻松战胜了田济的三匹马 但孙病创造性的将田济的三匹马进行重组 战胜了齐威王的三匹优质马 有力的证明了即使是处于劣势的事物 也可以被很好的物尽其右 发挥余热 甚至绽放胜利的光彩 在大洋彼岸的日本 有一位游戏人也领悟了这份真谛 并开创了枯北技术水平思考的经营理念 他就是我们本期视频的主角 来自任天堂的gameboy之父 横井军平 他的枯萎技术水平思考理念 究竟在游戏史上发挥过 怎样重要的作用 对现实生活又有何指导意义呢 就让我们走进他的一生 探个究竟 那是一个炎热的夏天 窗外的传名声不绝于耳 少年满头大汗 低头忙于用橡皮筋 向皮擦铅笔组装出一个 弩炮发射器 却不料桌子啪的一声被拍响了 声音之大吓得他 立马从座位上跳了起来 横井 说话的是一名满脸严肃的中年妇女 横井撇了撇他那辣黄的手指 吓得不敢抬起头 放学后到我办公室里来 妇女说吧 便拿走了少年手中的弩炮发射器 时隔多年 站在办公室前的横井军平 虽然表面波澜不惊 内心却紧张得要死 他又回忆起了那个夏天 同样是自己制作的玩具被没收了 同样是被叫到了办公室中 同样是面对因为抽烟而变得 蜡黄的手指 不同的是 手指的主人不再是他的老师 而是他的老板 而放在桌子上的物件 不再是弩炮发射器 而是他用公司的废料 所新发明的魔鬼怪兽 横井之所以来到这家 名为任天堂的公司 成为一名设备维修工 并不是因为这家公司有多优秀 毕竟对比他曾实习过的 夏浦等大公司 任天堂的摊子实在是太小了 让横井军平决定入职任天堂的理由 只有一个 因为近 于是 能力远超工作内容的横井 在上班闲暇的时候 也如上学时期一般不安分 没事就喜欢用雕刻机 与一堆废品捣鼓玩具 只是这一次 他运气十分不好 被前来观察的山内捕舍场 抓了个正着 横井 山内猛拍桌子站了起来 手中握着横井质自的魔鬼怪兽 颤抖的声音 彰显着他的激动 横井立马回起了 那个被扔进办公室垃圾桶的 弩炮发射器 判断魔鬼怪兽 也将在此时此刻光荣退休 于是他闭上了眼睛 企图默默为魔鬼怪兽 短暂的一声 做出适当的总结 但接下来 山内嘴里冒出来的话 却让他大吃一惊 我很欣赏你 横井军平瞪大了双眼 他怎么也想不到 眼前男子身为一社社长 会因为自己玩乎职手 捣不出的玩具 而欣赏自己 更没有想到的是 社长与自己 促膝长谈了许久之后 还和自己一起把这个发明 精心改良成了超级怪兽 成为了半年售出 130万份的热销产品 那年 横井一直被人所唾弃的 奇葩创造力 却在新的时代 与机遇下 熠熠生辉 与此同时 横井军平 暗自给自己 做了一个决定 他将穷起一生 将各种各样 没人要的破烂玩意儿 用在不同 但合适的领域 使其重新散发出 耀眼的光芒 他还给自己的 原创理念 取了一个名称 枯萎技术的水平思考 20世纪70年代 太平洋彼岸的美国 已经开始流行起 电子娱乐产品 这股潮流 穿过了太平洋 也席卷了整个日本 而任天堂 作为行业翘楚 自然也是紧随潮流 开始推出 家用彩色游戏机 而此时的横井军平 正在新干线列车上 望着一个陌生男子 久久无法回神 并非因此人略有姿色 而是因为他手握 一个巴掌大的计算器 不停地玩着 内置的解忆电子游戏 我要开发出 一个计算器大小的 掌中游戏机 推文而入的 横井军平 对所有会议室的 元老们大吼道 众元老听完后 纷纷复合 擦汗 比摇头 暗自抱怨 这名公司里出了名的刺头 又来说那种 不着天际的方案 我有三个理由 让你们认同我的讲法 横井面对周围压抑的空气 依旧气势如虎 他伸出了三个手指 有条不紧的对众元老 继续说道 第一 上班族上下班零碎时间 无事可干 我们有市场 此乃天时 第二 市场上存在着 大量低成品的民用业精 我们成本可控 此乃地利 第三 用户连计算器里 无聊的图形游戏 都愿意玩 我可以做出 更有意思的游戏 我们有竞争力 此乃人和 天时地利人和巨在 何愁 此事不成 且不论方案是否可行 当时任天堂的财务状况 才刚刚有所好转 用重金去探索 一个未知的领域 明显就是一个 过激的赌博行为 理所当然的 元老们 纷纷投出了否定票 此时一直望着窗外 不说话的山内博 啊不 为了坚定自己 创新与改革决心 刚把自己名字 改为山内博的社长 缓缓地转过身来 面对众人的目光 他也伸出了三根手指 对着横井说道 你的三个理由 说服了我 我也要对你提三个要求 横井洗刷外 回应道 愿文气象 第一 开发成本 要如你所说般可控 不可再多 第二 你说会设计出 好玩的游戏 我的条件是 至少设计三周以上 不同玩法的游戏 第三 这些游戏 必须轻松解压 没有说明 也能轻松上手 这些要求 山内博 扶了扶眼镜 露出了异常严肃的表情 你能做到吗 横井只愣了一秒 便立马回答道 当然 对于创意无限的横井来说 社长的第二 和第三点要求 都可以轻松满足 但第一点 却是一个大难题 横井如此自信地答应了下来 是因为他早已掌握了 一条重要的信息 当时日本有两家特别大的电子计算机公司 夏普与卡西欧 两者为了争夺计算机的市场 开始了你死我活的博弈 虽说一流企业拼格局 二流企业拼技术 三流企业拼价格 但两家企业在格局与技术上不分伯仲 最终只得打起了价格战 导致的结果便是 日本国内的液晶显示器 与半导体生产设备大量过剩 成熟却廉价的电子计算机技术 为何不可以用在掌上游戏机的开发当中呢 奉行枯萎技术水平思考理念的横井军评 很快就与自己曾经实习过的老东家夏普公司 谈妥了此事 对方也因此可以处理掉大量过剩的技术产物 而十分开心 于是靠着夏普成熟的技术力 在1980年4月28日 成本低且稳定性高的游戏掌机 GameWatch正式出炉 在这款掌机上只有一个游戏 同时也具备时钟与闹灵的作用 是一部完全针对上班族设计的娱乐产品 但横井军评与山内谱都没想到 这款产品受欢迎的程度 远远超出了他们的预期 JW不仅在上班族中流行了起来 更是打破了全层 获得了广大青少年群体的追捧与热爱 JW的大脉 彻底让任天堂的财政扭亏为盈 当被人询问JW的设计理念时 横井军评慷慨激扬地解释道 每个研究者似乎都在追求最先进的技术 来制造最潮的产品 但这在我的眼里 这却是一件非常扣分的做法 使用早已发展成熟 甚至接近淘汰的技术进行发展思考 将它用在完全不同却合适的领域上 反而容易造出畅销的商品 这就是我的枯萎技术水平思考理念 在枯萎技术水平思考理念的加持下 横井军评在设计出JW之后 彻底开启了开挂人生 1981年任天堂的街机游戏销量惨淡 但横井却把那些看似已经无用的游戏机版 全部纳为己用 经过一番开发后 他做出了JW版大金刚 在这部作品中 横井军评计出了对游戏界影响深远的十字控制剑 一鸣惊人 到了80年代末期 横井军评更是设计出了只有单色显示屏的Game Boy掌上游戏机 完美击败了世家公司拥有彩色显示屏的竞品Game Gear 原因很简单 Game Boy具备两个核心优势 方便携带与较强的续航能力 Game Gear虽然是彩色显示屏 但这项新兴技术还远远不过成熟 导致该掌机的重量过重不方便携带 续航能力特别差 最终在掌机领域完败给了横井的Game Boy 靠着他精彩的枯萎技术水平思考理念与成果 横井军评从此名声大噪 不仅被人称为Game Boy之父 更是成为了任天堂公司的灵魂人物之一 我要开发一个 头戴式虚拟现实游戏机 又一次推卖而入的横井军评 对任天堂的元老们吼道 但他提出虚拟现实游戏机 这个概念的时间点 却是在九十年代初起 1993年 日本历史上第一所高等教育机构 庆英艺术大学推出了一个最新的 虚拟三地成像技术 虽然该技术在那个年代 还只能用红色液晶显示单一色彩 但已经把横井军评迷得神魂颠倒 这也是第一次 横井军评背弃了自己信奉的枯萎技术理念 奔向了金端科技的怀抱 当然元老们此次依旧是福额擦汗与摇头 表示这个计划太过前卫 大胆与不合时宜 但对横井军评信任有加的山内谱 却再次给横井军评开了绿灯 通过了这个名为虚拟男孩的开发方案 1994年年末 任天堂自信的将威逼 展示于各大游戏展会 但玩家们的回馈却不怎么好 头部的摇晃会导致威逼图像 显示紊乱错位 这一大大比让山内谱与横井军评 都招了急 横井军评主张花大量时间进行整改 但山内谱给横井军评下了死命令 必须让产品按时上市 因为威逼是针对青少年设计的 马上7月暑假时间就要到了 一旦错过了发售时机 后果不堪设想 没有时间进行调整的横井军评 只得匆忙的给威逼设计了一个三脚架 三脚架虽然彻底解决了头部摇晃的问题 但也彻底失去了威逼 方便携带的功能 玩家想玩 就必须弯腰把头凑到放在桌上的威逼面前 实在是不方便到了极致 正所谓 福无双至或不担心 在威逼拥有这么大缺陷的事实下 社会上突然开始流传出一种说法 称威逼的虚拟成像技术 会严重损害青少年的势力 这种说法不仅逐渐流传开来 还被大部分家长所认同 所以特意在7月发售的威逼 最终的销量却是惨淡至极 威逼的惨脉 让横锦军平背负上了巨大的责任与压力 他在设计出了Gameboy的改良产品 Gameboy Pocket之后 便主动向任天堂提出了辞职 告别了自己挥洒过30年血汗与才干的梦想之地 1997年的一天 横锦军平开车时往利命馆大学 经过一段时间的反省与思考之后 横锦军平总结出了自己与威逼失败的原因 过分追求不成熟的技术 而抛弃了枯萎技术水平思考理念 但这次人生的挫折 不仅没有让他气馁 更让他重新坚定了前行的道路 那就是重拾枯萎技术水平思考的经营理念 回到老家京都 他创立了COTO公司 而且还受到了万代公司邀请 一起开发新的游戏掌机 来与任天堂的Gameboy系列产品竞争 他给游戏掌机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 叫做惊奇天鹅 想象着自己将像丑小鸭变成天鹅一般 重新一鸣惊人 此番前往利命馆大学 他更将以中小企业发展的出路为题 大肆演讲如何用成熟的枯萎技术 来进行水平思考与创造 帮助中小企业度过生存的难关 横锦正在思考到底如何进行开场白 汽车却突然抛了毛 他皱着眉头叹了口气 无奈下车查看 却被突然出现的越野车 给直接撞倒在地 巨大的疼痛让横锦来不及思考 他的理念 家人 公司 都如过眼云烟一般 逐渐从脑海之中消失不见 救护车将横锦送至医院 他却还是在第二天早上 永远地离开了人间 与他一起离开人世的 还有他投入了满腔热血的枯萎技术水平思考理念 横锦军平离开人世之后 一射箭谣言似习 许多人声称 他的死亡完全是因为山内谱 惧怕横锦将给任天堂带来的巨大威胁 暗地里找非法组织搞出来的蓄意谋杀 是与横锦合作 制衡任天堂的万代 还是横锦军平的疯狂粉丝 虽然不知道谣言出自谁口 但他已然影响到了横锦家人 与任天堂公司之间的和睦关系 2002年 由美国Game Spy 公司发起的游戏史上 30位最具影响力的人颁奖典礼上 横锦军平与昔日的好友兼同事 公本帽双双获奖 但领奖者 横锦军平的家属与任天堂的员工之间 居然互相之间一句寒暄也没有 失去横锦军平之后 任天堂也逐渐走入了一个瓶颈之地 多年习惯了对世家比拼最新技术能力 却与世家一起被半路杀出的索尼 打来毫无招架之力 后来针对索尼研发的N64 与NJC游戏主机组合拳 却打出了老年太极拳的感觉 有气但无力 索尼PS2游戏主机的冲霸 与微软Xbox的横空出世 都让任天堂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与挑战 在四面楚歌之际 任天堂的新任社长 严天聪复盘起了公司的兴衰势 莫名想起了那位 昔日在公司里最出名的刺头 严天聪突然灵光一现 横锦军平索题上的枯萎技术水平思考理论 不正是适用于当前陷入危机的任天堂吗 在此理念的指导下 严天聪率领任天堂公司大胆开发了有体感玩法 开发成本却只有PS3与Xbox360一半的未游戏主机 还有外表廉价 却让人爱不释手的NDS游戏掌机 两款游戏机都受到了市场的青睐 直接盘活了处在死亡边缘的任天堂公司 2003年的JDC上 当主办方热烈的宣布 游戏产业特别功勋终身奖得主是横锦军平时 所有任天堂的员工全都泪流满面 哭着奔向同样泪如雨下的横锦家属 与他们握手拥抱 共同缅怀这位具有非凡创造力的业界之光 那一刻 横锦军平与他枯萎技术水平思考理念 终于涅槃重生 看似过时的成熟技术 通过无限的创意与思考 将其用于不同的领域 绽放超越自身的光芒 横锦军平的枯萎技术水平思考理念 从诞生到绽放 从枯萎到重生 不仅对任天堂的经营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也给我们所有人带来了不小的启迪 他用一生所总结出的理念 给任天堂 给他的家人 给我们 给更多的人带来了更好的生活体验 换个角度思考 既可画腐朽为神奇 横锦军平与他的枯萎技术水平思考理念 将永存于世 造福于民 传播游戏文化共赏第九艺术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的话 贵求各位送上三连加关注 您的支持就是我们更新的动力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